一期绝尘 宇文成都所过之处失衡变异 如同一顶利刃刺入突厥军阵 对不可当 你们挡得住吗 受死吧 快快 全都给我杀 左贤王 快撤 你将太凶 现在才想跑 完了 记住了 杀你的人是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 你们手里一死 还不速速投降 杀了他 给左贤王报仇 不报仇 我们一样是死罪 对 他虽然凶恶 但我们人多 累也累死他 这群蛮子 跟以往做工不一样 没关系 想累死爷爷我 哈哈 小崽子们 尝尝你们孙爷爷的鱼汤 我先走为敬了 说完 宇文成都也学着防一案的招数 将凤翅刘金躺挂起来 双手齐动 好一劫丢一个包袱下去 都把战场当小游戏来玩了 怎么还不见动静 莫非敌人的暗装失效呢 防向 杜向 末将李军宪奉命前来待命 因为不知道暗处敌人埋伏在哪个门 为了醉紧支援 淮安王派末将回来待命救援 启禀杜向 这是孙神医刚熬制的三桶秘制鱼汤 秦王殿下命属下给送来支援前线战场 就三桶的话 先留存着吧 暂时派不上用场 西门 西门失守 是王军阔 王军阔叛变开门接敌 谁 王军阔 这不可能啊 王军阔不是守门将军 他只是刚刚任命宾州都督 还未及就任至留长安的 怎么会 我知道了 西门有他的救部 走 随我去西门杀敌之园 李将军且慢 把这三桶鱼汤带上 万一形势危机可当一用 杀入城内 请助大唐皇帝者将美女摆明 想要入城 且看我李军县搭不搭义 一个不留给我杀 将军 援兵再不来 我们真的顶不住了 死马当火马一把 孙神医保佑 丢一个木桶给我 最近的一名敌兵呕吐都没来得及 直接被熏晕过去 有了一个 就有第二个 很快 接二连三越来越多的人 不是倒地昏迷 就是直接跪在地上呕吐起来 再没有作战之力 这边公武手一看 这是什么东西 如此神异 简直就是对敌力气啊 还有两桶 突厥蛮子们 收死吧 蠢货 一桶就够 再多的话 啊 这么说 魔将浪费了一桶 魔将又追 不是浪费 而是要进太墙 人处难存 赶紧撤离 这里不能呆了 所有人都愣住 这还是我们熟悉的李将军吗 你带头跑了 那这里的城防怎么办 还特么城防呢 有着两桶鱼汤 不住的往城门洞里滴落 你就是倒贴前 请他们进城 都没人敢进来的 完了 走不了了 大事已定 南门无碍了 来人 撤下一千守军 火速去西门支援 那城下被要翻的敌人呢 你看 连敌人的战马都受不了那毒气 倒地口吐白沫 没有防毒面具 咱们谁赶上去 此战 孙神医当居守宫 一战成名天下之 不愧是孙神医 一人可当四万大军 来人 明金收兵 赵宇文将军和防将军回来 这丫头怎么还不回来 马上天都黑了 该不会又给我捅娄子去了吧 恐怕你现在怕的 不是孩子捅娄子 而是害怕他偷偷去了战场吧 老孙头二 看透不说透 还是好朋友 该不会是 没事 锤在家呢 不是兜兜 果然是兜兜这丫头 就知道他安分不了 这是从哪里抓了一头大象呀 什么情况 出去玩奉上 外邦使者进贡了吗 爹爹你看我做的高不高 你要不要上来也试试 他是我的好朋友小灰 可听话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爹爹就不做了 你快下来吧 跟我说说 今天都去哪里玩了 怎么认识的 这头小灰 这是我在百兽园 认识的好伙伴小灰 爹爹 以后让他住我们家 我们养着他好不好 好在大象吃素 要是吃肉 可真养不起 爹爹 我今天在百兽园 不光认识了小灰 还抓了一个坐骑 顺带收了一群小弟呢 哦 什么坐骑 什么小弟 爹爹叮嘱过多少遍了 女孩子家家的 要学会矜持 看看你现在 满口的江湖腔调 成何体统 小酸泥 别躲了 快过来给我爹爹看看 酸泥 这名字听着耳熟呀 那不是山海经理 记载的猛兽吗 这是 什么特么酸泥 这不是狮子吗 卧槽 下意识的将女儿护在怀里 随后一个箭步冲进了酒馆 瞬间激发酒馆最强防御系统 期间好像撞到了什么 可他哪有闲工夫注意那些 数子 数子 关键时刻 坑老道 没义气呀 这可是猛兽 酸泥 你不拉我一起进去躲躲就罢了 怎么还把我撞到 不会是想拿我这老骨头当右耳吧 太可恶了 哎 可惜了我这一杯好茶 甜杯子都被摔碎了 好一个大喘气 您老眼看要命 丧失口了 竟然还在痛惜一杯茶 不愧是高人 小酸泥住口不准欺负人 那是孙爷爷要有礼貌 闺女 你能跟他交流 这狮子你是哪里来的 他听你的话 爹爹 这叫酸泥 什么狮子呀 酸泥都不认识 他是我在百兽园里打服的 答应给我当个做棋 嘿嘿 我们连他也一起养着好不好 百兽园 打服的 我的天 当代武松啊 你去降服了 一头狮子回来 这么说 你要动用神力天赋了 不让你出去跟人打架 你就去找狮子打架 呀 说漏了 爹爹你快放开我 我 怎么如此狼狈 大早晨的回来 不是说你们打了大胜仗吗 淮安王没给你们进攻 看着像是刚刚用了行一样 师傅你是不知道 还不如用行呢 这一晚上 差点没把我跟师叔累死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来了援军 你们连夜作战 哪里是什么援军 这次算是被你跟老孙坑苦了 老道如何坑你了 说清楚点小子 若不是老道 我抛弃名声给你熬要作战 凭你一人敢对阵四万大军 孙神仙快别提你拿密钥了 就是因为他 怎么你们也中招了吗 你们不是戴着防毒面具吗 若是中招而道也意料白了 老孙熬得要效果没得说 而且比我们预想的更有效 人畜皆伤 防不胜防 连我的赤兔和防二小子的大碗马 也被毒倒了 不 这么说 你们是因为战马被毒倒 无奈下马不战 累的 不是 我们扔完了所有鱼汤 并成功阻挡了敌人撤退的必经之路 这四万大军全都被我们困在城下 无意逃走 厉害 大功一件啊 老铁 这功劳 我跟皇兄说说 给你个上驻国一品开国功都没问题 好 这是你说的 给防二小子也弄一个 忙碌一晚上 再混不到个上驻国 我打到他的太极殿去 防二也要 老铁 你这就难为我了 给你弄一个 没人敢说什么 你威名赫赫 一爱这小子才第一站 刚刚成名 能给个四品 顶天三品就不错了 防二 你听听 这种师傅不要也罢 背叛师门投奔我吧 师叔 师傅说的没错啊 我太年轻了 跟您比不了 有个三品就足够了 我不能背叛师门的 这小子不会跟郭靖一样 看着憨 内里不黑着吧 我刚说了 四品顶天三品 你小子直接捡最大的药 行了老铁 接着说 你跟一爱到底 怎么搞成这副模样的 师傅 城外敌军被我们的鱼汤 放倒一大片 攻击南门的 几乎全都瘫倒在地 后来攻击东西两门的敌人 受缩退回 想要营救南门的敌人 并且撤兵 然后他们一凑劲也中招了 所以城外都是被放倒的敌人 我跟师叔两人抓俘虏累得 抓俘虏 你们两个是将军 用得着 你们亲自抓俘虏 城外都是鱼汤未倒 闻到就被放倒 别说人了 马儿都顶不住 所以除了戴着面具的我和师叔 别人都不行 淮安王说 不光南门 加上西门李军县将军的人 我们总共有快 一千自己人中招呢 因为不知道鱼汤什么时候失效 所以城外的俘虏 我们需要尽快抓起来 于是我跟师叔两人 就不停地用绳索滚绑敌人 绑了一夜 终于差不多解决了 就算贵到散去 我们的人 也能将俘虏全都带回来 滚了一夜的俘虏 没被累死就不错了 快点给我们做点好吃的补补 军营的饭是我们吃不下 我不明白 你们为什么 不把防毒面具摘下来 让别人换着袋袋呢 这样你们也能休息一下吧 这个我们是啊 为什么呢 哦 对了 淮安王说防毒面具 世间仅有两副 金贵着呢 所以不能乱用 五郎你误会了 我说的是 给你这位秦王选妃 另选他人 兜兜的娘亲 我们在全力打拼 可谁也不知道 妻人是否还在人世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难道你就一直不娶 你堂堂秦王 让天下人怎么看 二嫂 这样的话 知道你面积就情 我跟你二哥商量了 正妃之位悬空 给你娶上两个侧妃 你看够不够 不够的话三五个不是问题 大堂秦王自有威仪 啥玩意 三个五个 别怪我们小地方来的没见过世面 这是娶媳妇 不是抓小猪 一下三个五个的 还是当个传统男人好啊 这种优良传统 得好好继承和保持 不用担心 娶了侧妃会对孩子不好 从身份上 兜兜的身份是要高于侧妃的 谁敢欺负我大堂公主 你若是担心的话 把兜兜送宫礼 二嫂亲自给你带着 我早就有这个想法 把她和丽质放一起培养 你放心 二嫂一定当亲生的给你照顾 不会委屈孩子的 多谢二嫂好意 如果不是兜兜身体 不好离不开我 我倒是愿意让您帮忙照顾 毕竟您带出的孩子 是有莫共赌的优秀 等过两年 过两年孩子病好了 再说吧 五郎 依你二哥的意思 大堂秦王 不是寻常女子配得上的 怎么着 也得给你娶个五姓女 你觉得怎么样 臣弟年少 不知礼法 一切听胸扫 安排即可 如此 那我就差人去办了 这位秦王殿下 可以说极为神秘 我们经济手段调查 却还是无法渗入他 秦王府内部 只能从周围的人口中有些许了解 可正因如此 也让他更加神秘 民间有传言 说秦王殿下是先人下凡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是个有本事的神秘人 就是论事 我五姓女可不是谁都能娶他 一般只能五姓子娶五姓女 既然这位秦王殿下 如此不凡 倒不是不能通融 诸位以为 有必要用联姻的方式 结交这么一位 不知深浅的秦王吗 这位秦王一出世就轰动天下 可谓不明则以一名惊人 虽然他开个酒馆伪装成商骨 但根据情报 他酒馆里不做凡物 美食都有各种神器功效 普通米饭吃了能提神 有道鱼汤 甚至能给人治疗老花眼 宫里太医亲自证实的 他还酿出了神奇的战神酒 这次玄甲军深入草原横扫四方 就是因为每人带着一坛战神酒 才能毫发无损 种种迹象表明 它不简单 还有我们不要忽略了 因为那母产千金的两种 秦王李虾人 已经成了天下百姓心中的圣贤 无数百姓为他历生 此日夜祈祷 这等影响力 连皇帝都直言 哪怕秦王要皇位他都给让 虽然是句戏言 但有这等功德在身 天下无人感动秦王分毫 老三好像一直都在帮着对方说话 按你所说 这位秦王像是一个万里 飘一难得的良配 我 我只是据实二论 我是负责情报部门的 在座众人也就我最了解他 而越是了解 就越是心惊 按照大哥你说的 我判断 这位秦王前途无量 教好他对我们百利无遗害 连姻这位秦王殿下 一方面是杰猛 另一方面也是知己知彼 既然从外面 我们探听不到有用的信息 那么派人打入内部 未尝不是什么好办法 虽然此举有些委屈了孩子 但暂时看来 这位秦王殿下可是强手的良配 兴许是服员也未可知 族长 这么说 您也赞成连姻秦王 不错 为什么 您可是一族之长 我们清和崔氏 可不求着的皇室 不必看他脸色 诸位可曾想过一个问题 秦王拿出无产千金的两种 获得盖世功绩 而谁又敢肯定 秦王就只有这么一件宝物 假如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宝藏呢 什么 这怎么可能 那种两种 有一种已经是机缘难得了 难道他还有 还记得之前朝廷公开贩卖 那种高明的私之技术吗 经过调查 出自秦王之手 近日我清和 虽是秘密安装传来情报 接下来朝廷可能要对食言动手 有消息说 朝廷的极为高明的制言法 什么 制言法 又是出自秦王之手 我的天 他还是人吗 怎么什么都懂 他到底还隐藏着多少秘密 呵呵 是啊 我也想知道 而且现在就是个机会 这都是各地世家大祖 送来选妃的女子画像 这些人正在陆续赶来查安 皇后娘娘说人有点多 请您先照着画像初步临选一下 老高 初步临选不是问题 但是你这堆画像 也太 太鬼斧神功了点吧 简直就是抽象派的代表 用这个能看出个人美丑 啊 殿下 您是说 这些画作不行 可是 可是这都是画作大将严利德的 清传弟子画的 已经算是大唐最高明的一群画师了 那这两张画作 你能看出哪个女子更美些吗 右边那幅 这两幅画作 虽然公笔细腻 但都只够乐出了人物线条 没有什么立体感 这二人装束都差不多 脸型也差不多 你怎么分辨呢 体态 殿下 右边这个体态略微风雨些 一定好生养 大唐以胖为美 该不会是 玩犊子了 那我还选什么美 这不是选妃 这是选肥呀 原来秦王殿下不喜欢胖的呀 回去得跟皇后娘娘汇报一下 淘汰那些体态风雨肥胖的 可太寿将来生养孩子可能是个问题 嗯 一定得重视 明月 长安发生的事你听说了吧 不知 就是新任秦王选妃一事 为父跟族中长老商议过了 我们清合 催世各房出一人参与 你也到了试婚的年龄 所以此次我们这边 想要你去试试看 你莫要多心 为父此意不是要你去联姻 而是听说这位秦王不是凡人 说不定你到了他的身边 你的病可能有什么转机 也未可知 从种种情报来看 这位秦王是个善于创造奇迹之人 所以 父亲 这位秦王是医者 这不是 但听说他懂医术 那他的医术比孙神医如何 应该 应该是不及的 倘若是求医 我们该直接登门求他便是了 何须以这种方式 我们崔家也是名门望族 能够跟皇室搭上话吧 道理是如此 但你也知道 你这并不一般 我想就算能治好 也得大代价 我们清合崔氏 是望族不假 但没有理由迫使皇室 花费大代价出手 再者 之前曾经还跟皇室李家闹过不愉快 所以 只能委屈你了 因为女儿的病 累积父亲劳心之词 女儿不孝 以清合崔氏的声望 说不定能促成此事 但却未必是好事 李氏皇族肯定也会调查 查出清合崔氏 将一绝症并女嫁给秦王 不仅无异而且有害 倒是双方必然交恶 这些为父都能处理 你不需过多担忧 不 父亲 不是这样的 当年我十岁的时候 孙神医给我诊病 断言我活不过二十岁 女儿如此残驱 就不要去害人了 只愿在离开前的日子里 能够侍奉陪伴在父母身边 稍稍尽点孝心 愉愿足矣 休得胡言 孙神医说不过二十 现如今你二十有二 就是说趁言以破 父亲 女儿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 这两年越发虚弱 能延寿两年 是父亲和家族花了大代价的 所以 我们就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你且不用多想 为父就算拼了老命 也要寻得救你之法 女儿当年十六岁的时候 太过懂事 害怕我们白发人送黑发人 曾离家出走 想要躲开生离死别 一走就是三年 费了好大功夫才寻回 自己已经失去过一次女儿了 绝对不能再失去第二次 小姐 孙神医说我们活不过二十 现在不是活到二十二了吗 连这样的老神仙都不准 那就没有什么能难得住我们了 你想开一点 医书上说 心情舒畅才有利于健康的 小姐 刚才老姨说的 长安前往选妃 我前天给你说过的 你不记得了吗 说起来 这位新任秦王可神了呢 民间传遍了 关于他的神奇 都说他是天上的仙人下凡呢 可真实却是 他叫李瞎人 是太上皇 失落民间的第五子 当今皇帝的亲弟弟 你刚才说 他 他叫什么名字 呀 小姐 你再听呀 嘿嘿 看来你也对这位神秘的秦王感兴趣呢 他叫李瞎人 听说是个大好人的 做了很多大好事 对了 最有趣的不是这些 听说他有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被当今皇帝封为平安公主 据传言说 皇帝宠爱这个侄女 比自己女儿都宠呢 民间传言 这位小公主殿下的故事 一点都不比他父亲少 总之关于他们妇女两个的事 都特别有趣 可惜的是 我们崔家距离长安太远 否则真想去长安看看 肯定有更多好听的故事 李瞎人 女儿 不好了 小姐昏倒了 快叫大夫 快喊老爷 父亲 我要去长安 殿下 您快去看看吧 小公主来在 可可 小公主殿下 非要在国库住下了 我们谁圈都圈不动的 这是为何 这孩子真是的 让他去参观 见识一下国库 喜欢树银子 就让他数一数 当个乐子 小孩子嘛 耐心不长 玩够了 自然就回来了 没想到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 高内时代小公主殿下过来玩 是陛下的旨意 我们自当配合 本来没什么 但是小公主殿下 和一般的小孩子不一样 似乎非常喜爱金银 用他的话讲 就是亮晶晶的非常好看 原本我们以为 小公主崇晦 过来学习数算了 没想到数着数着 他就要伤手去拿 还说是陛下允许的 这怎么行 国库一好一礼 都是朝廷财产 我们可不敢失职 就为这个 一个孩子嘛 给他两块金砖 哄哄他打发了 回头玩够了 我再补给你就是了 何至于耽搁到现在 难不成 还怕我李家人赖账 不是 不是 是小公主殿下 不只是要一块两块 他力气好大 一手能抓起一个箱子 那可是能装五千两黄金的箱子 还说什么辛辛苦苦 帮我们点算的工钱 一天一结算 明天还要来 走走走 快带我去 怎么这么胡闹 这孩子 回来得走啊 小小年纪 怎么落个贪财的毛病 回到家里 小多都被罚不许吃晚饭 小丫头吓得大气不敢出 只能默默地回房反省 多多乖 以后听你爹的话 不要胡闹就好了 快点把饭再吃了吧 我可是背着你爹 我可是背着你爹爹 偷偷拿来给你的 等会儿万一被发现 你就真的没东西吃了 这老头真会哄孩子 饭菜 还是我亲手成的呢 不过你这么说 小家伙肯定上当 慢点慢点 别噎着了 这怎么怀里还藏了一块 没人发现了 豆豆 你这孩子真是的 家里又没缺你钱花 怎么还真的去拿国库的金子呢 喜欢金子呢 爷爷宫里好几箱珠宝呢 等你长大了都送给你 以后不可以再胡闹了 哼 那可不一样 这是我挨顿打换来的 要不然不是白被打了 爷爷 你帮我藏起来好不好 别让爹爹看到 爹爹坏 唉 完了 又一顿打 这孩子没有娘亲 约束就是不行 看这越来越疯 很快了 等你娶了侧妃 就有人帮你分担些 还是得寻到孩子亲娘 这后娘总是隔着什么 再说了 你看看这孩子身边 前呼后拥的 不是猛将就是猛兽 哪个后娘敢进身 更别提管教了 我看啊 你小子是不放心 让后娘管教孩子 怕小兜兜被虐待吧 纯属无稽之谈 你娶的是侧妃 论家里地位 可没有兜兜 这个嫡女地位高 谁敢给她白脸色 不为她欺负就不错了 你若是真的担忧孩子的教育问题 就把她送到宫里 给你二嫂吧 如果不是孩子 有病在身 送入宫里 我倒没有不舍的 但现在不行 二嫂一个人 带着那么多孩子 总是顾不过来的 兜兜这个病 又是托不得 哎 老爹 你答应过我 帮着找孩子亲娘的 这都好几个月了 有消息吗 你小子也别埋怨 没有性命 没有出处 没有画像 没有年纪 就告诉我一个白影 在晋阳乡下生活过三年 你让我往哪里去找 大海里捞针 只能尽力碰运气 现在还没消息 我觉得你也别抱希望了 这个说法 无非就是哄哄孩子 谁知道对方还在不在世 如果在世 现如今你的名声 可是响彻打堂 怎么会不来寻你们 说的对呀 我去找人 大海里捞针 那就让他来找我 孩子的地友孙神医在呢 你也不要太担心吧 他 指着他还不如指着我自己 提升一下医术呢 你看看这老头 说是在我店里打工 实际上就是个混饭的 一天天的出去 不是诊病 就是房友 这不 又去找医馆 医诊去了 孙神医者人心 你还真想让这么一位活神仙 给你跑堂不成 跑堂有语文程度就够了 见过太上皇 秦王殿下 一剑兄 多年不见 当真稀客 无需多礼 这是自家酒馆 没有太上皇 也没有亲王 有的只是掌柜李家人 和帐房老李三 五郎 这是亲和崔氏 当代族长崔君绰先生 曾经跟为父同朝为官 你不可怠慢 老崔头也没有失了李叔 让女儿给二人见礼 没成想这位大家闺秀崔小姐 竟然好像两耳不闻外物一样 就这么正正的盯着李家人 双目寒情一动不动 小女自幼没出过家门 第一次来长安 失礼之处还请勿惯 今日我们是慕名而来 听说殿下这处亲自酒馆 与众不同 所以想来尝尝 好 二位请稍作 不知道吃饭 可有什么忌口的 我看崔小姐 面色有异 怕是不能随意吃东西 只听说秦王通晓一道 没想到目光如炬 一下子就看穿了 如此说来 明月想要参加测飞的竞争 是无望的 殿下慧眼 小女身体不适 此行是来寻孙神医瞧病的 吃饭不能吃太过油腻的 清淡些就好 原来是寻孙神医的 不瞧她 今日出去一诊了 到晚上方规 晚上我同她说说 二位名片再来就能找到了 多谢舒德兄 义简兄 你若是不说 我还以为你是亲自 送孩子来参加选飞呢 这般提前私下见面 你亲和崔氏还是第一个 就不怕其他家论 你的不是 现在看来 是我多虑了 岂敢岂敢 小女自幼体弱 秦王殿下天人之姿 小女普柳之姿 可不敢高攀 行啦义简兄 你我也算顾骄 何必客套 你轻易不出家门 为了孩子的病 能亲自跑到长安 可怜天下父母亲 五郎略通医术 不介意的话 饭后让他给 另爱把把脉 兴许能帮上忙 并这个事可拖不得 求之不得 那就麻烦殿下了 不知怎么了 今日女儿十分反常 就跟得了失魂症一样 难道说 这趟来错了 见了秦王一见钟情 这可怎么得了 秦王这会演如剧的 我怎么开口呢 行了 菜已经上起 二位慢用 你为我吃饭 你为我吃饭 什么情况 闺女你没疯吧 人家虽然是酒馆掌柜的 可也是当朝秦王 不是你的丫鬟 你这是要坑死老爹我吗 不得无礼 还不快向秦王殿下道歉 秦王殿下赎罪 小女不懂事 从小被冠坏了 这都什么世家贵族啊 简直就是个女王酷嘛 吃饭都要人为嘛 你也不看看老子是谁 堂堂秦王殿下 给你喂饭 你谁呀 虽然你五姓 期望了不得 但我李氏皇族 也不是吃素的 当面羞辱人嘛 两位慢用 我还有事 闺女这是闹的 还要找人瞧病的 这还怎么瞧 我敬你是客人 以礼相待 别不识好歹 这天下能让我喂饭的人 上面是我的爹娘 下面是我的孩子 最不计也得是我的骨肉至亲 或者生死兄弟 崔小姐你占了哪一样 崔先生 看在你跟家父 是顾交的份上 我当作一切都没发生 我是店家 你们是客人 些许不愉快 都是尝试 可你们不能肆无忌惮地 挑战我的底线 奉劝一句 家大业大 更要注重子女的教养 这么大人了 吃饭还要人类 这是贯出的毛病 得治 我生病了 笑话 你生病了 又怎样 我早看出来了 看你拽我衣服 不是挺有劲的吗 吃饭拿不起筷子吗 姑娘 还请自重 我是开酒馆的掌柜 可没有陪客人吃喝的 灰色业务 够了 五郎主口 说的什么浑话 许是崔小姐从未出过门 年幼无知不懂事 又是生病之人 你计较个什么 去后面忙活吧 别在这里添乱 打扰人家吃饭 一贱兄 快些吃饭吧 菜凉了就不好吃 难得来一趟 他变了 他不认识我了 舒德兄 请见谅 可惜了一桌好菜 不对 刚才那丫头说什么 谁变了 不认识了 难道说 他原本认识瞎人 该不会这么巧吧 什么 你说他有可能 是小豆豆的亲娘 这怎么可能 天下之事 有这么巧吗 也许这就是机缘 我们刚才还在议论 说不定你出名了 豆豆娘亲 就会主动找来 这不老天爷 到底的向着你的 给你送来个正妃 也说不定 正妃 就她 快饶了我吧 老爹你也看到了 这种浇灌坏了的世家女 吃饭都要人类呢 取过来 真的好吗 豆豆跟着她 再被灌坏了 老天保佑 千万别是她 嗨 你这混账小子 世家女 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 而且这等人家生来富贵 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 也是常有的 无非就是 多两个丫鬟照顾罢了 又不要你上手 不要嘛 刚你不看到了吗 老爹 就是要我来的 现在的问题 不是纠结这个 而是既然你小子得了失魂症 人家又说认识你 委屈成这样 看样子你俩是有八九 是有失呢 我们得弄清楚 她是不是豆豆的亲娘 如果她是 且不管她脾气秉性如何 为了豆豆 她也得是我李家的人 你总不能让孩子没有亲娘吧 那怎么验证呢 我得了失魂症 前世皆忘 我也认不出来呀 一爱 续版的桌子才 收拾装进饭盒 然后找到豆豆 你带着她一起 以我的名义 给崔君绰送过去 路上你好好叮嘱一下 小豆豆机灵点 让她认一认 兴许这孩子能认出来呢 女儿今天是怎么了 原以为你答应来选妃 是想通了 现在看来 莫不是女儿之前 就认得这位秦王 可是 对了 女儿曾经一个人 在外面度过了三年 而传言 这位秦王殿下 也是太上皇一世民间的小儿子 最近才找回来 难道他二人 真的有可能认识 明月 你实话跟梅妇说 你是不是认识 这位秦王李瞎人 是你离家出走的时候认识的吗 爹爹 他不认识我了 什么 竟然是真的 诗意诗意 当初他也许就是个民间 无名小卒 现在可是堂堂秦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人都是会变的 看开歇巴孩子 爹爹 我们明天看一眼孩子 然后就回清河吧 什么 孩子 什么孩子 难不成你跟他 我的天 这么说 秦王身边的平安公主就是 明月 你更为父交代清楚 你真的跟李瞎人 生下了一个叫兜兜的女儿 是你离家出走那几年的事吗 可是在外面嫁人生子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回家来什么都不说呢 这几年我们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大哥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侄女故意瞒着呢 你想呀 我们清河催世是什么身份 传言中秦王李瞎人自幼遗失民间 几个月前才被太上皇认回 在这之前他只是一个平民商骨 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件事 不可能把侄女嫁给他 只会把孩子要走 我想这就是侄女闭口不言的缘由吧 若不是现如今听说 李瞎人一飞冲天当了秦王 清河催世奈何不得 怕是女儿永远不会说出来吧 大哥 不管怎么说 这是大好事呀 所有的世家贵族都在盯着李瞎人 这位新晋秦王 一指秦王选妃令下 大家挤破头的宋女儿 争一个秦王侧妃 这回不用争了 秦王正妃早在几年前就是侄女的了 大快人心 大快人心呀 叔父你别说了 我没想过要当什么秦王妃 我只想在死之前 再看看她跟孩子 可是现在她根本就不认我 明天见孩子 一念我就回清河 再也不出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长安城的人 甚至满天下都在传秦王殿下 仁义无双 怎么会做出这等被信弃义 喜心厌旧的不义之举 怪哉怪哉 兴许是侄女你今日唐突了 好歹人家现如今也是大唐秦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你张嘴就让他给你喂饭服侍你 放在以往可以 你是我清河崔氏的大小姐 可现在不行了 换了谁看都是一种侮辱 二弟 这什么话 以往也不行 我清河崔氏可是有家教的 女子嫁了人就要相夫教子 遵守父导 哪有把丈夫当丫鬟 让喂饭服侍她 明月 是你的不对 不过你叔父说的未必没有道理 今日秦王殿下当面嘲讽我崔家家 叫不言呢 为父老脸都没地方放 也许的确是因为你羞辱了她 她才不认你的 真的吗 不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她看我的眼神就不对 很陌生 冷冰冰的 她就是不认识我 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没有不守父导 一直都是相夫教子 伺候她跟孩子 她待我也很好 在我生病的时候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我 牵手给我喂水喂饭 可是今天她变了 我跟她说我病了 她还嘲笑我 原来是这样了 那都难怪了 不管怎么说 秦王认不认明月是一回事 他们毕竟有了孩子 平安公主也是我崔家的血脉 我觉得单就此事 我们得跟她李氏皇族分说清楚 房师兄 你说娘亲真的在里面吗 不是骗我的吧 是不是你娘亲 得你亲自去认一认才知晓 现在我觉得 你得从狮子身上下来 这样太没礼貌了 崔家可是望族 你若是施了李树 小心人家不让你见人 哼 看他们谁敢 谁要是拦着不让我见娘亲 我就把她家给拆了 好吧 你厉害 惹不起 这位小师妹嘴硬心软 到底是小孩子 还挺好对付的 那是传说中的神兽酸泥吗 就站在外孙女旁边 崔家主不必害怕 这是我们家养的坐骑 不伤人的 性情很温顺 孩子跟我来 我带你去见个人 谁呀 是我娘亲吗 老爷爷 是你父亲告诉你的吗 他们告诉我 说我娘亲很可能在这里 让我来见见 辨认一下 呵呵 不错 他们没有骗你 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见娘亲 先别哭了 现在秦王态度不明 我们清禾崔氏也不是阮氏子 认他是秦王 这件事也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你且在长安住几日 二叔我稍后就去找陛下说个清楚 小姐小姐 快来看呀 老爷带了一个小姑娘进来 据说她就是那古灵精怪的平安小公主呢 终于见到真人了 哦 什么 是我的小兜兜吗 崔明月惊呼起身 只感激头脑一黑 差点栽倒在地上 好在崔君素颜 几手快给扶住了 跟丫鬟两人搀扶着走到了门口 正好撞上了崔君 绰爷孙两个 刺目相对 一时间母女两人都愣住了 谁都没说话 就这么互相盯着对方 兜兜 我可怜的孩子 娘亲日夜思念 终于见到你了 你你真的是我娘亲吗 孩子 我是你娘亲呀 兜兜 你也不记得娘了吗 我的天 为什么会这样 明月 你当初离开的时候 兜兜才几岁 她怎么可能记得 对 对 当初娘走的时候 你才两岁 还不记事的年纪 你真的是我娘亲吗 那你为什么要丢下我和爹爹 不要我们了 我 孩子 你娘亲得了病 很重的病 以前你家没钱给治 她只好一个人出走 那是害怕拖累你 不是抛弃你呀 真的吗 你也得了绝症吗 好巧我也是呀 不过我爹爹说 一定能把我治好 我回去问问我爹爹 如果可以 让他也帮你治一治 什么 你也有病 病在哪里 疼不疼 不在外面 孙神医说是心悸之症 我翻看过太医院的医书 说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有的活不过八岁 有的活不过十二岁 最多可活二十岁 心悸之症 我可怜的孩子 为什么跟我一样命苦 原来这个病 能通过母亲传给女儿的呀 这么说的话 明月的母亲 你大嫂不是 虽然身体虚弱 但大夫诊断 仅仅是体弱而已 可怜的明月 大嫂没有 那不对呀 既然是母亲传给孩子的 那明月的病哪里来的 怎么 你很想一大嫂也一样得了绝症吗 不是 不是 我其实是担心明月 不是你亲生的 不过现在的情况 她必须是亲生的 哎呀 你怎么不停在哭呀 我又没有怪你 再说了 虽然你说是我娘亲 可我还没承认呢 你必须回答上我的问题才行 万一你是骗子或者人贩子怎么办 小公主 这天下当娘哪有冒充的呢 她就是你的娘亲 不是骗子 那可不一定 我听皇宫里的人说 我二伯要给我爹爹娶个媳妇 就是娶来给我当娘亲的 照令一下 好多人踏破门的要来呢 可不都是看我可爱 争着来冒充我娘亲的吗 众人哈哈大笑 这孩子的角度就是不一样 你永远也猜不到 她会从哪里去看待问题 那你倒是说说 你要怎样才能辨认出 她是你娘亲呢 要不回家把你爹爹叫来 你爹爹总不会骗你吧 不用麻烦 我就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呢 小师妹 哦 我想起来了 那面镜子对不对 我回去帮你戴那面镜子 认出镜子的肯定是 如果不是看这是外人家 真想把这个蠢师兄 按在地上揍一顿 好好的一个问题 被你直接把答案说出来了 我还怎么问 找不到娘亲 你陪我一个吗 对 娘亲给你留下了一面小镜子 那是一面价值连城的精致铜镜 是娘亲最喜欢的东西了 背后雕刻着精美的花纹 和一轮半征明月 对不对 镜子的描述 对上了吗 小师妹 你快想想 别说话 两人下棋多嘴视驴 我 我是好兮呀 而且你用俗语也挑挑地方行不行 这又不是看人下棋 我好歹是你师兄 给点面子行不行 好像在骂我是驴 我想 应该是对上了 那面镜子可不是俗物 我整个清和催事就一面 被家母送给了最心爱的孙女 然后这位孙女又送给了自己的女儿 也就是你 对不对呢 我说话就多嘴视驴 现在她也多嘴了 你怎么不讲 气物也许别人见过 也做不得真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如果是我娘亲 那应该知道我身上的胎记长在哪里 你告诉我 我屁股上的胎记是长在左边还是右边 啥玩意 小师妹啊 你这问题问的 还骂我说出答案呢 你自己不也一样 小师妹你糊涂啊 这样问是会被蒙对的 你应该问胎记长在哪里才对 要不你来问 算了吧 还问什么呀 你刚才都说出来了 在屁股上 不对 孩子 你浑身上下只有一处胎记 没有长在屁股上 而是在你的右脚脚掌心的那个人自行胎记 我这 完了 感觉自己在人家面前 就跟个二傻子一样 快要把自己蠢哭了 娘亲 我好想你 年纪大了 见不得这种场面 其实我早就认出你是我娘亲了 刚才是骗你的 这是为何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问你问题 哼 我跟爹爹找了你很久 都找不到 我早就想好了 哪天找到你 一定要问问你 为什么不要我们自己走了 嘿嘿 现在我知道了 无愧是我清和崔氏的后代 果然聪慧 大哥你别瞎吹了 说不定明月当年是报错了呢 娘亲 跟我回去吧 爹爹还在家等着呢 嘿嘿 我告诉你哈 爹爹做饭可好吃可好吃了 我保证你吃过之后会非常非常喜欢的 回不去了 你爹爹不要我了 今天我们见面 他装作不认识我 真的吗 爹爹怎么会这样呢 他整天都说在给我找娘亲的呀 师娘 这件事您别怪师父 他不是装作不认识你的 他是得了失魂症 据说是一年前生的疑似病 磕坏了头 导致前世皆旺 什么都不记得 所以才想不起来您长什么样子 如果记得您长什么样子的话 他肯定早就让人画一幅真人画像了 也不至于让太上皇 仅仅凭借一面镜子 费力找了您几个月 刚才临出门前时候 太上皇还跟师父商量 可惜师父不记得 所以不确定您是不是兜兜的亲娘 这才让我带着兜兜过来 啊 怎么会是这样 他生病了 严不严重 别着急 我让人背车 送你们过去 不用那么麻烦 我有小狮子带我们回去 小狮妹 要矜持 矜持 师娘病着呢 小狮子 快来接我 好了 他听到了 现在我们等一下就行了 完了 出发 我们带娘亲回家 这 这 这孩子当真是 是雷厉风行 传言大唐平安小公主 是天上的星宿下凡 现如今看 能随意遇使酸泥这种神兽的 可不就只有天上的仙人了 那是 我这个外孙女一看就不是凡人 要不是我外孙女呢 真想提醒一下 明月是不是你女儿都不一定呢 看你得意忘形的 对了大哥 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入宫告知陛下一声 说我清和崔氏退出此次秦王选妃 不错 事不宜迟 你是该进宫一趟 也是把消息传出去 让其他人知道 以此为明月坐稳秦王妃证明 老爹 您能不能别晃了 晃得我心惊肉跳的 我提前说好 如果她是这种 没有家教的娇气女子 我跟她合不来 即便她真的是兜兜亲娘 我 我 你怎么样 你小子想不认账吗 孩子认了你不认 那可是你的糟糠之妻 在你文部成名未扬的时候 就愿意跟你的 你这样做派 同样也不是我老李家的家风 又有什么资格指点别人 孙女有了亲娘 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寻人的事就可以停了 没想到儿子运气这么好 一个平头老百姓 能找到亲和催世的 五姓女为妻子 还是嫡女 有老夫当年的风范 完了 怕啥来啥 看样子是多不过了 爹爹 快看快看 我把娘亲带回来了 原来她不是故意 你们 我这 等等我呀 你爹爹和娘亲 有悄悄话要说 爷爷带你 出去玩会好不好 不好 我还没和娘亲 好好说话呢 乖孙女 原来你这狮子还可以托大人呀 爷爷好羡慕 这辈子还没骑过这样的神兽呢 哎 人老了真可怜 那 那爷爷 等我一下 我去跟爹爹和娘亲说一声 然后带你出去兜风怎么样 嗨嗨 不用了不用了 啊 您不想去了吗 不 我是说 不用跟你爹娘说了 咱们这就走 我想起来 宫里有一箱珠宝呢 万一被人偷走怎么办 说好了将来给你的 咱们赶紧回去看看 如果还在的话 就搬回来 现在就给 走走走 快点呀 爷爷 那么慢 贼人得手了 怎么办 我 这孩子真是的猜你 刚还说离不了娘亲的 现在倒好 一箱珠宝就把你收买了 吴拉 你小子真不是东西 刚才还跟老子嫌弃人家交气 现在倒好 人家刚回来 你就火急火了的 带人家直奔后院 金虫上脑了吧 没出息的玩意儿 不过可怜你小子夫妻 分离好几年 年轻人火力旺也正常 老爹 我把场子给你清空了 你好好办正事吧 怎么了 是不是吓到你了 没有 我还以为 夫君是要带我去卧室呢 可可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我有个问题 夫君请问 你真的是 从小到大吃饭 都要人为的千金小姐吗 会不会洗衣服 做饭带孩子 嗨 算了 问也白问 这样的大家族出来 不可能会 罢了 还是你问吧 我没问题了 你看着我干嘛 不是有问题吗 难道是我脸没洗干净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洗衣服做饭我会的 以前我们一起的时候 你外出挣钱养家 我在家做饭带孩子的 啊 真的吗 我 我确实是 吃意什么都不记得了 所以谁也认不得 可是不对呀 那你为什么之前 还要我喂你吃饭 故意的吗 怎么看都不像是 带烟火器的平凡妇女 简直就是 现实版的林黛玉骂 哼 夫君这是不信我 瞧不起妾身吗 我相信 你是兜兜亲娘了 因为你们两个生气的样子 简直一模一样 都是那么的傲娇 那么的可爱 那么的萌 萌 何为萌 呃 对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所以可能需要 跟你重新认识 想要我了解你 那你得跟我讲讲 我们两个以前的事 怎么认识的 后来怎么样了 为什么就变成了 我跟孩子两个人 相依为命呢 随后崔明月慢慢回忆 慢慢讲 时间慢慢流逝 前任还是个 重情重义的好男人呢 不错不错 没给这句身体丢人 原来是这样 难怪你见了面 会说出让我 喂饭的话来 吓我一跳 现在我明白了 都是误会 这个媳妇还挺漂亮的 不 应该说是角色 出自书香门第 那种气质 和本身就长相绝美的 那精致脸庞 唯一缺憾的 可能就身材 应该是因为体弱 偏瘦削了些 看什么看 天黑在看 大白天的 哪有大白天 好像咱俩聊的 忘了时间 已经快黑了 饿不饿 我去厨房做饭 你去前面 招呼老爷子和兜兜 今晚 好好庆祝庆祝 掉进唐朝生活好了 老天保佑 运机忘忧 开门捡回义亲爹 现在又来送婆娘 夫君 外面没人呀 孩子不在 还有太上皇 他老人家也不在 而且外面门都关了 啥玩意 真是让人苦笑不得 不用说 肯定是老爷子搞的鬼 果然老色批 为老不尊 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我现代人 什么没见过 虽然我这个古代媳妇 长得花容月貌 超越前世明星 但我也不至于 那么没出息吧 不管他们经常这样 估计是带着回宫完了 我们两个 自己做饭吃好了 正好没人打扰 夫妇二人做好饭 后院时桌上点上蜡烛 来了个烛光晚餐 你一口我一口 简直不要太浪漫 各位看官 大大不好意思了 本瞎就从这结局了 也算是个好的结局吧 小兜兜亲妈 找到了 从此爱的人在身边 来不及思念 旧又相见 柴门寄寄 鼠饭心 山家烟火 春雨情 亭花萌萌水灵灵 小儿提索树上鹰 因为一直流量不高 所以懂得都懂 这样结局 这本书 也不算烂尾了 本瞎在此说声对不起 辜负了 一直追着的大大们 如果有要看后续的 可以去看小说 瞎人奶爸 可以从第120章 开始看起 这几天希望 大大们介绍些书给我 也可以私聊 或者评论告诉我 看哪种类型的书 评论 私聊 我每天都有看到哦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本瞎天命有感 往后大家都会平安 喜乐 健康 美满 财运滚滚 事业有成 我们下一步见